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那么学人这一堂课跟大家共同学习的内容是佛教的忏悔法门 那么在正式讲到课程之前我们先简要的说明我们为什么要修学忏悔法门 维士学讲到我们生命的现象 他用一句话来做种词 说是横转如暴流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两种特性 第一个横就是横长相续 转就是前后变化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种相续而又变化的一个水流 它从过去流到现在 它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前身是一个男人 那么今生因为业力的转变 变成一个女人 那么男人转成女人 从五印的角度 产生变化了 比如说男人的色身跟女人的色身变化了 我们的思想产生变化了 我们的感受也产生变化了 但是在变化当中 我们内心的深处 我们传承了过去的业力 善恶的业力 我们传承了过去的性格倾向 乃至于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善恶的因缘 也相续的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在无量的生命的水流当中 我们是有所传承 有所变化 这个就是生命的现象 好 那么既然生命像个水流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的生命是有轨迹的 因为水流走过的地方就有轨迹 所以佛法把我们生命的水流 分成三种轨迹 第一个 就是正定去的众生 正定去的众生 他的生命水流非常单纯 就是不断的增上 他指的是出国以上的圣人 他不管遇到什么善恶的因缘 他的生命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不断的增上 第二种人 叫做邪定剧的 他内心当中 邪恶的功能非常的坚定 所以他的生命也很单纯 就是稳定的向下堕落 因为这种人 他内心的邪知邪见非常坚固 很难改变 你很难去叫化他 他只有一种情况会改变 就是堕落恶道 受到极道的痛苦 他才会产生惨愧心 产生生命的反转 所以这种活动把它判作 邪定去 这是邪知邪见的众生 那么前两种都是比较极端的 我们一般人都是属于不定剧 就是我们生命的曲线 是抛物线的 有时候上升 当我们的善业起现行的时候 我们生命是往上的 我们感到身心的安稳 有时候是罪业起现行 我们的生命是往下坠的 我们的身心感到暗顿 或者躁动不安 乃至经常做噩梦 那么这种就是一个 罪业即将爆发的征兆 所谓三里一来与丰满楼 那么这个时候是 忏悔的最佳时机 所谓忏悔就是说 你的罪业已经形成了 形成一个强大的风暴 但是还没得果报 你说我已经得果报了 那忏悔就只针对未来 因为这个果报已经成熟了 你很难忏悔 你说你今天男人变成一个女人 那女人障碍多 你说我忏悔 你忏悔不可能从女人变成男人 这不可能 这个一手果报已经成就了 那么忏悔的时机就是怎么样呢 当我们的罪业征兆出现了 但是还没得果报 这个时候是忏悔的最佳时间 那么要改变这个罪业的爆发 有两种做法 一般人就是没有学佛人 他用取代压制性的 他就积极地创造善业 他想用善业来取代压制罪业 那结果呢 结果就是如实压草 因为这位善业不能对峙恶业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两者共同存在 你看你这一片的草 你就把它铺成一片石头 当然你石头多的时候 它暂时的遮盖 但是斩草不除根啊 春风吹又深 当你石头变少 我们造作善业不可能永远保持异乐 所以当你石头减少的时候 草要冒出来 所以世间人面对罪业的方式是积极造善 这个是根本的 这种就是压制性的忏悔 压制性对罪业产生压制 那么佛法呢 佛法是从内心产生忏悔的善根 诸位 善根跟善业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善根对于烦恼罪业 有对峙的力量 这个是佛法不共一世间法的地方 我们透过畅悔是从根本上 从借罪业产生反转 就把这个根给除掉 所以 畅悔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 消除我们平时修道的障碍 就是在罪业没有成熟之前 透过忏悔 消除我们的修道的障碍 第二个更重要 消除我们临终的障碍 厌我临终无障碍 我们才能够把正宴提起来 所以修学忏悔法门 就是透过忏悔的善根 配合修学忏悔的法门 这两个缺一不可 善根跟法门 然后从根本上 把罪业给消灭掉 那么破除修学的障碍 这个就是我们修学忏悔的目的 好 我们看讲义 江树此义大科分四 我们分成四大科 先看甲义的解释名义 我们先解释忏悔的名称跟意义 以及忏悔所修读的善根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忏悔方法 那么当我们修读了忏悔的善根 我们有哪些忏悔的方法呢 当然主要有试忏跟理忏 这两个方法 我们在课程上会详细地说明 这两个怎么操作 第三个 罪除之下 那么当我们如法地修学 试忏跟理忏 我们如何判断 我们罪障是否消除 这地方有三品 下品的灭罪 中品的灭罪 跟上品的灭罪 有三品的功德项 提供给大家参考 他如何判断 第四个 杰式欠求 那么最后我们用两个寄送 把修学忏悔法门的整个内涵 做一个总结 好 我们先看第一课 贾一的解释名义 解释名义呢 我们分两课出四名二数语 先看第一课的四名 好 请二长 范云颤摩 此番回往 有言颤回 泛华双举 准叶书云 取其意义 为不造星 颤 为止断未来飞 毁 为此心与网犯 有将颤字 迅手迅剑 亦虽通得 华败虚分 好 我们下一回解释 那么 范云颤摩 此番回往 那么 最早在古印度的言文叫做 畅摩 那么 唱摩是一个泛文 那么早期的翻译 翻成中文叫回往 就对于过去已经造作的罪业 我们内心深深的悔过 就是回往 那么 有言忏悔 到了后代呢 就直接把它翻成 忏悔 那么这个忏悔 这两个字怎么来呢 伐犯双举 就是把印度里面的 唱摩里面的第一个字 跟中文的回往的第一个字 把它结合起来 叫做忏悔 所以 所以这个字啊 传到现在叫忏悔啊 就是 怎么来的呢 伐犯双举 取印度的 言文的第一个字 跟中文的第一个字 结合起来的 那么 这个地方先把忏悔这两个字 做一个说明 好 我们看第二段 那么 忏悔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 准耶稣云 起其意味不造型 我们前面说过 佛教叫消除业障 是从根本 所以你一定要有善根 不能只是造善业 那么 什么样的善根呢 就忏悔的善根 它造成什么后果呢 就是不造型 就是我们透过忏悔以后 他不但是把过去的罪业给灭掉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以后对这个罪业 有免疫功能 就是你就算遇到同样的境界 你真正如此 如何忏悔的 你也不可能再造作了 就是佛教高明的地方 他可以把你的过去罪业灭掉 而且会让你 至少在这个罪业里面 得到的解脱 就不造型 那么要满足这个不造型呢 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忏悔此段未来悔 悔悔此心以往犯 所以 我们今天要真诚的忏悔 要有两个善根成就 第一个忏 就是针对未来 我们内心生起坚定的试验 决定不再造作 就是发怨 所以忏悔第一个善根 你针对未来要发怨 永不造作 第二个 回 未此心以往犯 这个针对过去 对已经造作的罪业 生起坚定的惭愧心 而深深地悔过 所以针对过去叫做忏悔 针对未来叫发怨 所以诸位 你不管修什么法门 你拜大悲伤也好 你修净土伤也好 你拜八十八佛也好 你要产生忏悔的效果 你内心一定要两种善根 第一个 忏悔 第二个发愿 你才能够把那种忏法的效果 把它表现出来 形成一个不造型 好 我们看总结 有将忏字信守信见 那么也有古人把忏悔 这个字的忏字 把它解释成熟 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或者是见 就是表示你的内心的观照 智慧升起了 开始防灰止恶了 这都是可以的 亦虽通德 亦理上是相当 但是伐犯虚分 就是畅谋 是放文 畅为 是伐犯双举 这个要分清楚 那么这一段 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 它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佛法在修善 世间人也在修善 但是目标不一样 世间人在修善 他是把重点放在善法这一块 比如说他布施 他重点在布施 他为什么布施呢 他是透过布施的善业 去创造来生的福乐 他是要把布施 转成来生的快乐的 所以他的重点在善业这一块 那么佛法在修善法 是什么目的 按照法华经是这样说 法华经一佛称是说 法法消归兮兮 简单的讲就是说 借事修行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讲布施 你学过法华经 在修布施的时候 你的重点不是要去创造 布施的善业 你是怎么样 借事修行 你是透过布施 来强化你的 无贪施舍的善根 你在慈戒 是透过慈戒的操作 来强化你 防飞子恶的善根 你修忍辱 你为什么修苦恨呢 你是透过苦恨 来坚定你的 无称安忍的善根 这个地方不一样 周围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法法 消归信心 我们是假借这个法门 来强化你内心的功能 善的功能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我们前面说过了 善法只能够生善 不能灭恶 你不断的布施 会创造善业 会强化你布施的善念 但是他不能调伏你的 迁滩的恶劣 他没办法 有很多人福报很大 表示他全身有 布施的善业 他还是照样迁滩嘛 所以善业不能对视烦恼 不能调伏罪业 所以他未来的国报 快乐中带有痛苦 世间人修善的后果就是这样 快乐中充满的忧虑跟痛苦 因为他没有善根力 那么佛法的善根 他有什么好处呢 灭恶生善 当你的无贪私舍的善根 升起以后 你是怎么样呢 永远远离贫穷的痛苦 而且创造福报 所以善根力跟善业力 第一个 善根能够灭恶生善 善业不行 第二个 从时间上来说 你成就一个善业 那是一时的快乐 你善业 你把它划完就没了 就跟你平常没有照做一样 就恢复你的本来面目了 但是你一旦成就善根 你是怎么样 生生世世的受益 你这个要是有无贪的善根 你去哪里都有福报 你就算不幸前生临终 起颠倒 墮落到畜生道 你知道畜生道 跟一般的畜生道还不一样 因为你有无贪的善根 你的福德力还是在那里 因为一切为新造 你这个畜生道的果报 多一个无贪的善根在加持你 所以诸位 成就善根 他叫什么 生生世世的受益 到最后成佛的时候 那就是万德庄严 所以诸位你看法华经后面讲到 法身佛他的三昧陀罗里 他的印地就是从善根来的 法华经里面佛都说 你看某某菩萨 他为什么这么庄严 他为什么在光明中起这么多变化 因为他印地的时候 代表什么善根 所以果地有这种善魅陀罗里 所以当然了 在别的善根相对困难 但是你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他成就以后 那是永恒的力量 他永远跟着你 所以 佛法是种善根的 因为我们说 我们修善法的目的 是在强化自己的善根 好 那么这个道理呢 套在畅悔是 那这样子就有个问题 那忏悔的善根是什么 有两个善根嘛 第一个 惭愧心 第二个 发怨的心 这两种 这个就是你 不管你拜什么忏 你之所以灭罪 这是正因 这是正因 你外面这个忏法 只是个助言 就是你有惭愧心 你有发怨的心 你修什么 忏法 都能灭罪 就这个道理 所以讲 最终兴起 加心忏 那么这个 忏悔的意思 我们先了解 到底有哪些 善根要具足 第一个忏悔 第二个发愿 好 我们看 以恶的数益 好 我们先念一遍 请合掌 我们接下来解释 先看第一段的总标 济世起因 能感后洗 我们秀灿之前 要了解两个情况 第一个 为什么会有罪业 要了解罪业生起的原因 那么罪业的生起 当然跟我们内心有关系 因为身口是工具 当然是跟你的内心有关系 有两个原因 从初前的角度 是烦恼 就是你有贪嗔痴的烦恼 你才会造罪的 第一个 那么从生成的原因 就是妄想 你为什么生起 贪嗔痴的烦恼 就是你有贪嗔痴的妄想 所以这两个都是 生起罪业的原因 一个是 出浅的 一个是深沉的 简单讲就是这样 因为你有贪爱的妄想 你没有对视 妄想打久了以后 就变成烦恼 有的烦恼 意尽逢眼 就造罪 妄想 烦恼 罪业 这三个是相续的 所以我们先了解 这个罪业生起 是由烦恼跟妄想生起的 好 现在我们看 最后的结果 那么你造了罪业以后 有什么后果呢 两个后果 一 感种类相续而取 二 遭苦暴 生后大受 首先 我们造了一个罪 不管是杀生 不管偷盗 嫌疑 妄语等等 你会产生等流果 这个是最可怕的 感种类 就是相同种类的 妄想跟烦恼跟追 相续而起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可能有这方面的 等流习性产生了一个贪爱的妄想 然后你没有对视 没有对视 反正妄想是这样 它生命嘛 它不是增长 就是调 它不可能保持原状的 佛法 说凡夫没有保持原状 因为它是一个水流 好 那你不断地增长到一个程度 就转成烦恼 有的烦恼 遇到恶因炎的刺激 就造罪了 造罪以后有什么后果呢 这个罪业要强化你的妄想 这个妄想要强化烦恼 这个烦恼呢 让你更容易在造罪 就形成一个滚血球 这个问题在这里 等流果就是 你本来是一个小小的火苗 结果越烧越大 所以你不倡悔的后果就是 感种类相续而起 你以后越难 越来越难倡悔 就是说 你不倡悔 你说我没有倡悔 我也没有在造作 你只是圆缺不深 诸位 你内心的妄想 跟烦恼的等流 不断地在增长 所以理论上 你越晚倡悔 是越难倡悔 因为它怎么样呢 你一旦造了罪以后 它会产生一种 辗转相续的滚血球作用 感种类 就相同种类 你是贪烦恼 就强化的 贪的罪业 贪的妄想 如果是撑 或者遗吃 异负毒死 这第一个等流果 第二个 招苦抱身后大手 那么当我们内心的 妄想 烦恼 罪业的等流 不断地增长的时候 因言成熟的时候 开始算总造了 那就是 来生就必须要去承受 这个三种相续的 最后的痛苦的果报 那么我们忏悔的时期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 当这个 感种类相续而起 升起以后 但是还没有 征受 招感一手果报之前 这个就是忏悔的 最佳时期了 因为我前面说过 当果报出现了 那忏悔力量就有限了 因为这个果报已经成型了 这个转报成型 只能改变别报了 好 所以这个 我们前面讲到 忏悔的三根是 人对治 能够对治的罪业 是忏悔跟发愿 那么现在我们说到 索对治 索对治有三种 妄想反倒罪业 三种 那么是这样 四忏 是比较 忏比较粗浅的 就是反倒跟罪业 理忏就是 正念真如 这个理官 是忏悔比较深层的 颠倒妄想 先知道这个概念 我们后面会详细说明 就是四忏跟理忏 各有各的对治 好 我们看第二段 惊改前非 将修后世 从严生灭 思苦思法 那么我们 当我们面对的 感种类相续而取 等流果现前 一舍果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赶快怎么办呢 惊改前非 生起忏悔的心 将修后世 生起发愿的心 立定事业 永不再遭做 第三个 从严生灭 思苦思法 我们还要创造 还要依使一个 三宝的音言 来消灭罪战 就是三宝音言 就是修忏悔的法门 当祝恨 这个地方有 四忏跟理忏 四忏 他强调是 三夜的皈依 三夜的礼拜 口夜的称名 一夜的恭敬 你看你拜八十八佛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劳谋 普光火 要拜下去 嘴巴要撑念 内心要恭敬 对不对 所有的四忏都要 身口一三夜都要 记足归一的 因为他要求佛力加倍 那么理忏的重点在于 正念真如 悔观反照 忆念你的真如本性 你不断的忆念 何其自信 本质情景 你本来没有妄想 这个是四忏跟理忏的重点 一个是强调三夜归境 一个强调正念真如 所以 这一段是把整个忏悔的法门说出来的 第一个 金改前辉 忏悔的心 江修后世 发怨的心 这两种善根 再配合忏悔的法门 包括四忏理忏 就能够把痛苦的国报消灭 好 我们看总结 一笔二夜特身厌见 立定四业 对恶业产生怨见 不再照做 发重惭愧 对于已经造的罪业 生起真上惭愧 第三个立对之过 如法的修习唱会法门 不光说 大别忏啊 净土忏啊 八十八火等等 最终 喜心唱会 喜掉内心的妄想烦恼跟罪业 三种等流 所以整个唱会是怎么样 断相续心 就断什么呢 断肝肿内相续有起 所以我们在忏悔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一个观念 叫做 诸法因延伸 诸法因延灭 就是 我们本来是没有罪业的 那为什么有罪业呢 那是三种因延造成 第一个 打妄想 迷争起 打妄想 那么这个因延没有控制 就转成烦恼 烦恼也是一种因延 也是一个生命因延 然后烦恼没有控制好以后 欲敬佛远就造罪了 那么既然 诸法可以一延伸表示什么 诸法也可以一延灭 你只要找 也就是说 一切法有生起的一延 它就一定有怎么样 有缓灭的一延 所以诸位 理论上 你忏悔一定要有一个信心 理论上 任何罪业都可以忏悔 任何罪业都可以忏悔 乃至于气力重罪都可以忏悔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何其自信本质清净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妄想 本来就没有烦恼 本来就 它不是你本来的东西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从严生命 识苦识法 就是你忏悔的 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你只要方法对 包括你的善根具足 包括你的法门相应 方法对 内善根 外因言具足 任何罪业都可以忏悔 这个就是你忏悔之前的信心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把忏悔 就讲出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四叉 四叉的重点在皈依 所以它的善根有三个 四叉是 倡悔皈依发言 三个三个 它的核心在皈依 拜八十八 你看八十八佛 它前面先发落罪业嘛 对不对 然后 拜八十八佛就修皈依嘛 对八十八尊佛修皈依嘛 希望佛菩萨加倍 最后开始发愿 所以它那个忏悔都 其实你不用很刻意 因为它都把你 古德啊 把这个忏悔都把你规划好了 只是你知道一下 每一部忏悔都一定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忏悔 先发落罪业 第二个 归进三宝 第三个 发愿 当然那个发愿很广大了 发普提愿 这个是四忏 那么李燦的重点在哪里呢 忏悔 观照 发愿 它的重点在观照 在正念真如 因为 因为你 你一直活在 有所得的妄想 如果你站在妄想的角度 你不能消灭妄想 不可能 你怎么创造另外一个妄想 所以你要面对妄想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回光返照 把生命归零 回到你的本来面目 这个时候妄想自然就停下来 所谓的密心了不可得 所以 大家先记住一个观念 四忏有三个重点 忏悔归一发愿 李燦有三个重点 忏悔观照发愿 一个是以归一为主导 一个是以观照为主导 形成四忏跟李燦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说明 好 我们看假恶的忏悔的方法 前面讲到忏悔的善根 这个是灭罪的正因 这一下是灭罪的助言方法 这个忏悔方法有三个 三段 出思维业果 二 生起忏心 三 正修忏法 首先要先思维业果 那么 诸位所有的法门都跟智慧有关系了 你要生起善根 一定跟智慧有关系了 那么忏悔有关的智慧 主要是业果的思维 这是比较有关系的 那么业果怎么思维呢 先看秉一的认知业果理论 好 我们把它练一遍 请合掌 一 业果决定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事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事 二 业果不失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三 增长广大 春众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人生为善恶 果报还如此 好 我们如何去思维 业果的道理 来强化自己的 惭愧心跟发愿的心 有三种思维 第一个思维 业果决定 什么叫业果决定呢 就是 意志前世的因地 我们前世到底造了什么业 很简单 你看你今生所受用的果报 就知道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来生会受用什么果报呢 就看你今生所深口意的造作 就知道你未来 是什么情况 那么最简单的讲 就是佛教的因果 叫做三世两重因果 过去跟现在 叫一重因果 现在跟未来 又是一重因果 所以我们今生 有两种功能 我们今生既是果报 又是因地 什么叫果报呢 针对过去 我们今生在承受过去的 业果 针对未来 我们又在造作一个新的因地 所以我们今生 对前生来说是果报 对未来来说是因地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业果决定 也就是说 善业决定糟糕 快乐的果报 罪业决定糟糕 痛苦的果报 不可能有差错 顶多是时间的延迟 所以我现在很贫穷 我说不失 我还是很贫穷 没关系 因为你的善业 是用种子先保留下来 你在承受过去生的 千叹的业 所以 诸位 我们对因果一定要知道 你今生的痛苦 不是你因为你今生造善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一定有罪业 不可能说我今生学吃亏 我处处让别人 结果我贫穷 没有这回事情 没有这回事情 参观书说 一个人要有活报 要学吃亏 我吃亏以后我贫穷了 你的贫穷跟吃亏没有关系 你的贫穷是前生有千叹的罪业 你今生的处处忍让 吃邪之亏 那个福报 你来生才会看到 所以我们对因果一定要怎么样 要有坚定的信念 就是你造善业 决定不可能让你痛苦 不可能 这第一个观念 业果决定 第二个 业果不失 就是假使百千劫以后 我们所造的业都会不失不忘 那么 那么什么时候表现出来的 要因言会意识 就是业力要成熟的时候 这个果报才会出现 那么现在说 当我们造了业力以后 它会用种子的方式保存下来 这个种子 你要不忏悔 它不会失掉了 你就不失也好 就直接也好 它还是不会失掉 只有忏悔 过去台湾有一个女居士 这个女居士 他在生意上是做得很成功 他中年的时候得到癌症 然后要福报大 很多人就跟他通报说 我到你到喜马拉雅山 找高人帮你加持 他就安排的时间 就飞过去了 然后那个喇嘛尊者跟他讲说 他说你这个业 我可以用上面 你把它调伏下来 但是你来生 还会得一次癌症 该你要不要 后来他考虑的结果 他不要了 君生把他受了就算了 他就回来 这件事情当初台湾的很风动 大家都知道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你的业障 不可能靠外力解决 我一大师讲一句话 既从兴起 还从兴灭 诸位 这个业障是谁造的 是你内心造的 你的阴地是从你内心造的 这个果地怎么可能从外面去改变呢 佛菩萨的福报力可以跟我们分享 善根是不能分享的 而这个灭罪正是需要善根力 其实你回去好好拜善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业果不失 就是你所造的业不可能靠外力改变的 不可能的 只能够由内心的觉悟 产生善根去灭罪 第三个 增长广大 那么我们春天种一颗小小的种子 到了秋天呢 能够收割万颗的果实 那么人生造善造恶也是 果报也是这样 阴地虽然狭小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 感种类相续而取 你不懊悔 它会不断的增长 这个业果的理论 我们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 就是第三个 增长广大 我们前面说过 我们的生命 叫做横转如暴流 那表示什么 生命像一个水流表示什么 人生没有所谓的保持原状 这句话 这句话是个空话 我们的生命是不断流动的 所以我们的叶子有两种情况 要么增长要么减少 两种而已 你说我造了以后我没有忏悔 但是我也没有刻意去强化它 你不用刻意 你只要纵容它 你就是随顺它 就是说你没有忏悔 表示你纵容这个恶恋 你纵容它 你纵容它 它自己就会不断地在里面运转 就感种类相续而取 所以你看过去有一个禅师 他做沙蜜的时候 到处往里面偷了一汤匙的盐巴 然后后来打坐的时候 他那个盐巴一个像山的盐巴 在前面挡住 为什么 感种类相续而取 这个观光大量都知道 就是你印第虽然造了一个小小的业 我为什么德国包这么严重呢 因为你不断地纵容它 它就不断地在里面辗转相续 记住 你不忏悔 表示你对它随喜 就这个意思 因为你知道你有罪 你不忏悔表示你随顺它 那你随顺它 你就认同了这种相续的力量 它就会默默地增长广大 好我们看丙二的判断业果轻重 那么我们忏悔是这样 先把重的先忏悔 就重者先施 那么怎么知道是重的忏悔呢 重的罪障呢 看丁一的业果轻重 我们先练一遍 那么重大的罪业 判定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 约心 你在造业的时候有三种心态 其中一个就是重罪了 第一个 义乐 就你造业的时候 你那个烦恼 就跟石头一样的坚定 坚定的义乐 谁欠都不听的 那么你用这种初衷而坚定的义乐 所造的任何的罪都是重罪 义乐故重 第二个 无智故重 就你这个人平常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的 就是平常都属于那种放逸的状态 做人主事没有什么道德标准的 那么你这种随造任何的罪也容易比较重 因为你平常都是属于不对治放逸的状态 第三种 邪直故重 第三个是最可怕的 就是你有邪之邪见 你认为造这个罪是应该的 你这样的报酬是应该的 就是邪之邪 因为你邪之邪见 你就会怎么后果 你无常无愧 会让你的罪业更坚定 所以邪直故重 那么这个是耶心 因为你造作当时的心态 第二个 耶静 就你造罪的所面对的所言静 那么 他有上中下品 上品的所言静是人 你的所对的是人是最重 第二个是天 诸天 第三个是鬼神道 那么人当中呢 又以三宝 父母 师长 这三种所言静比较重 就由事 由所面对的所言静来判定 轻重 第三个 耶相续 就加刑故重 就是你这个罪啊 你不是造一次了 你是硕硕现行的 有些人他可能一时糊涂 一时的失误 一时的思念 你造了一次以后就忏悔 就永远不再造作 那这个罪啊 相对轻 也不容易得果报 那么你如果是 硕硕现行表示你不是一时的失误 也不是偶一为之 那这个也容易变成重罪 那么这三种情况 越心越近越相续啊 三种里面记住两种 就是重罪了 所以我们在忏悔啊 有一个言则啊 勤贼先勤王 你先反省一下 杀盗淫妄各种罪业里面 哪一种罪业比较重 你先锁定那个 先把那个贼的王抓出来 那么其他的罪业就 相对容易调腹了 第一个 判定业果群众 我们看第二段 得果速度 有一种业啊 它不是很出众 但是它是一种增长的状态 这个要注意啊 这是我们容易复劣的 它会马上得果报 所以这个地方也要先猜 就是说忏悔的急迫性 好 我们先念一遍 起造猪业 令业种子增长者 为之增长业 若虽其身与等业 而不令业种子增长者 为之不增长业 增长业定受益输果 不增长业 不定受益输果 好 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增长业呢 当我们身体身口一三业的造作 而这个造作呢 会使令我们第八次的业种子 不断的增长 这个就是增长业了 那么这个不断的增长 有两个判定标准 第一个次数不断的增长 比如说你这个月造了三次 下个月造了六次 再下个月造了九次 这个就是次数的增长 第二个你的意乐的增长 你越造越欢喜 就是次数的增长跟意乐的增长 两个基础就是增长业 这是属于增长业 造善造物都是这样 都属于增长业 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虽然造的生意等业 但是呢不令业种子增长 那么不增长 我们前面说过 叶种子没有保持原状 不增长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的调伏的力量升起来 你开始调伏它了 比如你这个月造了五次 下个月造了三次 再下个月造了一次 你的次数在减少 你的意乐在调伏 那个就是不增长业 那么增长业跟不增长业 有什么后果呢 增长业定受一所果 来一生会马上得果报 因为它形成一个 强大的等流力量 即便它不是重罪 它也是容易在来一生 马上得果报 那么如果不增长业呢 因为你财规心升起了 调伏力升起了 除非你灵命中一到二一元 再去触动它 否则是不定受一所果报 它来一生不一定会得果报的 好 我们就要解释 我们看这个 这个文士学 对这个增长业不长业解释的三轮辩 初轮辩 第八次的意思 就是一手 那么基本上 我们第八次 你们有很多很多杀恶的种子 这个种子 刚开始从心理法我们来说 先产生一个妄想 但是妄想不会造罪啊 你看我们一天打那么多妄想 真正实现的其实没几个 所以第八次出现妄想的时候 其实问题不大 其实我们真正对峙的不是妄想 是那个等流的力量 那么妄想变成等流力量 当然要有一个很重要的 也叫做执着 第七一识非常可怕 很省思量 我们每一个人各有各的执着 你看有些人他追求民 有些人追求财富 有些人追求男女的情感 他什么都不在乎 各有各的执着 那这个东西没法改变的 因为他全身留下来 这个第七一识的执着啊 就是虚空中有很多的水泡 个人追求个人的水泡 就是你一天打那么多妄想 你一生打很多很多妄想 你只有少数的妄想会去实践 少数的妄想 极少数的妄想 而这个会让你实践的妄想 就一定跟你的执着相应 就是你的执着点 那么这个妄想 本来是一个很薄弱很薄弱的力量 那连烦恼都不是啊 但是经过你的执着 执着为我跟我所 就哎 这个就是我的性格 这就是我追求的 好了 那么这个妄想 经过你执着以后 就转成第六意识的一种念想 不断地去意念它 不断地想象 那么透过你的意念跟想象以后 它就会隐身烦恼 因为 因为你如果是 做美好的想象 就会让你产生贪爱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没那么好 但你越想它越好 哎 因为你妄想打出来的嘛 所以这个念想 就会产生烦恼 贪嗔痴的烦恼 这个人本来没那么糟糕 当然你不断地用 不好的名言 加在他身上 就结果你越来越生气 生梦气 生梦气呢 一进而言 一进逢远就造罪了 所以 最初的妄想是正常的 一个人都会打妄想是正常 但是妄想变成执着 这就不正常了 就念念读骗气质了 那么到执着以后 它一定会变成第六意识的恋想 好了 当你的恋想升起的时候 表示你的烦恼成型了 就你内心有个地时炸弹了 再遇到外境的刺激 就爆发了 就造罪了 造罪以后 又会把这个夜总组 回存到第八十 又生起一个坚定的妄想 又产生执着 又产生更强的恋想 就更容易造罪了 就是怎么样 增长夜形成 这种增长夜 因为气势非常的猛烈 它的来生 一定会得果报 除非你中间 忏悔 调伏 善业 罪业 都是一个道理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会增长夜 佛读有个弟子 叫穆建年 各位知道吧 神通第一 穆建年尊者有一天 用神通力到套立天去 那么他看到一个天人 光明庄严 他就问这个天人说 忍者 你全身修什么福业 今生敢 招敢这么 光明庄严的天人设身 他说 我全身是一个悲女 我的主人 脾气很不好 我稍微有点失误 他是对我又打又骂 但是我发一个愿 我不管什么情况 我不起称行 我就信手 不起称行 这个信念 今生就升天了 然后穆建年尊者 又往前走 又遇到另外一个天人 也是光明庄严 他就问那个天人说 忍者 你全身修什么善业 今生 招敢这个天人果报 他说 我全身是一个商人 我信手一个信念 我不打妄语 就是他那个 做买卖就是 从北方买来东西 到南方去卖 赚这个差价 那我在卖的过程当中 我要么讲真话 要么我保持末乱 我不讲话 但是我不打妄语 我只要讲出的话 就是真实语 当然我也可以不讲话 我保持末乱也可以 那么我因为 坚守不打妄语的善业 我也升天了 那穆金人尊者 就产生疑惑了 就回到人间 就请教佛陀 就把今天所看到 两个天人的因果 就如是如是 跟佛陀报告 穆金人尊者 就请问佛陀说 他说佛陀 你老人家说 要祭祖修十善业 才能够升天的 他们两个只修一个善业 一个修不妄语 一个是不起称心 就升天的 为什么 佛陀说 如果有一个人 他依止坚定的义乐 依止坚定的义乐 即便他修一个善业 也可以升天 就是什么 增长业 他心中有一个 强大的增上义乐 即便他只修一个善法 也可以升天 因为他形成一个 强大的增长的势力 所以这个进度中 进度中会往生 时有一种情况 除非你念到 念佛三妹 只要是待业往生的 一定跟增长业有关系 一定跟增长业有关系 一个人到晚年 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往生 他一定要增长业跟不增长业 两个要同时献钱 也就是说 年轻的时候不算 晚年的时候 因为越晚的越准 他的生死业员 进入不增长业 他对那种攀岩星 世间的这种生死业员 慢慢的淡化 也就是说 他有肉的三界的种子 在处于一种不增长的状态 相反的 他对进度中的信心跟愿力 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的 耗耀属于增长状态 这个人是会往生的 只有这种情况会往生而已 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点 他只注意他对进度的功德的寻求 他忽略了生死业员的调伏 诸位 我们的生命不是从零开始 我们是在三界里面打滚很久的 累积很多的生死业员 才来恋佛的 我们生命不是从零开始恋佛的 所以你要处理你的过去 你要把过去的生死业员 调到不增长 就算不能完全消灭 但起码是怎么样 你那个妄想的力量 是慢慢的在减少 我今年比前年淡薄了 明年对三界的业果又淡薄了 那么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的耗耀增长 这种人是可以往生的 因为他可以带业 为什么生死业可以带 因为他的业已经进度调伏不增长的状态 为什么他可以往生 因为他进度的禁业 虽然没有成就三倍 但是属于增长 所以他可以带业 也可以往生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这个增长不增长业 进度中的操作 是一定要注意这个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说 在修缠之前 我们先了解自己的因果状态 你要治病 你要先知道你的病在哪里 先锁定你的目标 第一个 哪些是重罪 哪些是增长业 有急迫性要忏悔的 这就是我们忏悔的索言记 好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 先把忏悔的基本观念 先说一下 我们下一堂课就正式说 忏悔的法门 下下文长 复再来日 回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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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